嗨,大家見過的好嗎?我是Uncle David 今天這支影片呢,要教大家如何正確的參加頒獎典禮 那本次的頒獎典禮總共有五個任務 三個關鍵跟兩個重點 那麼這五個任務呢,你可以看到邀請函裡面有一個小卡片 飲料的小卡片 要把這五個任務寫在上面 那這五個任務呢,分別是在2018年 五件發生最美好的事情,你認為最美好的事情 然後四個你上過最寶貴的課 或是四個你學到最寶貴的經驗 三個你接受我完成的挑戰 以及兩個你想改善的事情 最後一個呢,就是你寫下2019年設定的一個目標 那這五個任務,裡面有五、四、三、二、一 就是分別寫在那個小卡片上面 然後當天的話,要再帶來我們的頒獎典禮 如果沒有帶來的話,是沒辦法領取我們的神秘獎品喔 而且你的神秘獎品有可能會被送給其他人喔 比如說我,之類的 好,那再來是三個關鍵 第一個關鍵是喝酒不開車 那喝酒不開車、喝酒不騎車這個是基本的 因為我們當天的話,有提供酒類飲品 那就是飲酒的話,記得先搭乘交通工具 大眾交通工具來 然後第二個是飲酒不過量 那當天會有飲酒 那就是不要飲酒過量 因為就是可能會喝太多這樣子 那第三個是東西不摔破 那我們就是飲酒過量的話,東西就會摔破 好,所以東西不要摔破 那重複一次三個關鍵 第一個,喝酒不開車騎車 第二個,飲酒不過量 第三個,東西不摔破 再來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典禮結束之後 大家一起留下來幫忙場布 第二個重點就是最重要的 大家要玩得開心喔 Enjoy the party